259 星洲日報 馬來西亞 職工會 18個月外五銀行裁員4000 2015年7月22日《財經新聞》 雪蘭俄伯打零災亞21日信 全國銀行僱員職工會總備書索羅門披勞 Muramilet 渣打 聯昌聖 匯豐和風龍銀行在18個月內以裁員4000人 他今日受星洲日報訪問時指出 從2013年12月至今的18個月內 上述五間銀行共財員4000人 他擔心其他銀行將陸續仿效 使得銀行職員的生計不受保障 他表示 銀行不是因規本或關閉分行而此退職員 而是為了降低營運成本 而把部分銀行服務外包 以及部分銀行服務網絡或自動化 此外 銀行也傾向此退高級職員 然後聘請更多新進職員 以值省工資成本 他說 銀行盈利可觀 高層卻為了增加盈利 討好股東 不惜拿職員開刀 他也說 職工會一直希望國家銀行召開三方會談 在國行協調下 職工會和銀行能坐下來商談財源一事 但財政報和國行遲遲未有回復 經濟動盪全球讓財源風暴國內消費情緒低落 外部經濟動盪 全球醞釀著一股財源風暴 除了馬行從早此退6,000人 銀行業被爆大幅財源4,000人以外 外資撤資也加劇我國的失業率 這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公司 英特爾連續在吉打居臨的處理器包裝裝配工廠 及移動模組操作中心從撤出馬來西亞 搬到中國和越南 截至5月廟已有600人被支險 報導也指英特爾正進行重組計劃 在全球擁有106,000名職員的英特爾 將裁掉3%的勞動力 接著 日本電子公司 PJVC 在6月正式宣布關閉雪州沙亞南工廠 導致500人失業 微軟財源7,800人全球方面 微軟總裁納德拉7月稍來壞消息 為了重組公司手機硬件業務 微軟將財源7,800人 此前 微軟在去年7月也曾宣布大規模財源18,000人 今日 有消息指美國無線電通訊技術研發 公司高通 Qualcomm銷售情況欠佳 高通將會裁員多達數千人 此外 黑梅也透露將再次進行裁員 但還沒有披露裁員人數 聯昌馬印推出自願離職在本地銀行業被爆大幅裁員以前 聯昌集團也在5月中旬宣布在在馬印範圍推出自願離職計劃 預計兩千名員工將被辭退 接著 駐英國倫敦的匯豐控股也在6月宣布裁員2萬2千至2萬5千人 此外匯豐也計劃關閉在土耳其和巴西的業務 使得另外2萬5千人的飯碗級級可危 石油天然氣公司也不得油價下跌的影響 世界上最大的油田服務公司司倫貝謝Sklumberjapelo公司 從去年第四季到開始大撼9000名員工 裁員計劃預計今年秒結束 與此同時 斯倫貝謝的同業貝克休斯 和哈利伯頓哈利伯頓哈利伯頓也將分別辭退7千和1千名僱員 分號 合作人員 启愚蔔